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厦门港目前具备完整的全球集装箱运输航线网络和较大的航班密度 是航商进行集装箱国际中转的理想港口 而对于像厦门港这样经济腹地有限的港口 国际中转业务也是港口业务发展的重点之一 与此同时 要做大周边港口的内支线业务 进一步为厦门港聚集相远 增强对大干线大船舶挂靠厦门港的吸引力 近日 集装箱码头集团发布了中转服务保障计划 通过加强对在厦门港中转的国际中转箱 以及支线内贸中转箱的中转服务保障 实现中转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 以及中转36小时到位的服务承诺 对于船商来讲 最有利的就是 我们这一次非常明确的一个中转的保障时间 还有一个保障的手段 最终能够实现一个都不掉 也就是意味着 只要你来厦门港中转 就可以保证接拨上二层船 目前根据国际的这个主流的这些港口 中转业务水平来讲 厦门港的整体提升空间还是非常高的 为落实这项计划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将设立中转服务机构 成立监控管理中心 实现24小时全程动态服务 并在海舱港区与岛内的东渡港区之间 开辟定班运营的两条舶船航线 为中转集装箱提供舶船作业保障 据介绍 2017年 厦门港共完成国际中转72.1万标箱 同比增长了96% 内支线中转箱量90万标箱 同比增长12.4% 除了发展中转业务 厦门还积极打造邮轮务工大港 作为新兴旅渡假产品 邮轮靠港运作不仅要上下课 也需要物资的支持 邮轮物资包括食品 酒店用品 免税品 船用备件等 需求量是普通船舶的数百倍之多 邮轮物资供应 是衡量邮轮母港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也是吸引国际邮轮来港常态化运营的 关键要素之一 去年 厦门自贸片区在全国首创 邮轮物工快速通道模式 使邮轮物工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通关成本得到大幅降低 有效地解决了邮轮物工企业 境外采购物资公传难的问题 邮轮物工业务 现已在厦门实现常态化运作 2017年 厦门港实现邮轮物工 共计66艘次 物工总值2000多万人民币 今年预计完成邮轮物工超过80个艘次 物工总值接近4000万人民币 为了促进邮轮产业在厦门高质量发展 近日 厦门自贸片区又进一步加强奖励扶持 支持发展国际邮轮物资国内采购业务 和转运国际货柜到邮轮的进口物资 供应链服务产业 进一步吸引国际邮轮公司 选择在厦门本地采购 或在厦门港实施 公传进口物品的整箱中转职工 对使用过境保随 职购业务的邮轮公司进行奖励 提高邮轮公司在厦门港 整个补给进口物资的意愿 也丰富了厦门邮轮物资的品种 继续提供进口职贡便捷的通关模式 并进一步降低成本 邮轮物贡产业的发展 将能挂靠邮轮 感受到厦门自贸区便捷高效完善的服务 从而促进邮轮业务快速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第十届海峡论坛配套活动 2018两岸绿色交通发展论坛 在我市举行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出席论坛并致辞 开幕式上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与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签订协议 共同设立绿色交通公益基金 我是企业 共捐赠资金910万元 支持两岸绿色交通事业 论坛上 两岸专家学者在交通智慧化 绿色交通建设 交通现代管理理念 创新技术运用等方面 展开深度解读和探讨 台湾这边呢 其实就是他们在公路环保这方面 就做的还是非常的靠前 尤其是他们在这种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建设上 在这种就是为人的服务 或者这种功能的拓展这方面 这几年咱们大陆呢 对环保的重视 对生态的这种呵护这方面 都已经在逐步的意识在凸显吧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火炬高新区了解到 今年火炬高新区将聚焦工业数字经济 通过搭建新平台出台新政策 为厦门双创加码 目前一批新的创新创业政策 已经形成初稿 后续将进一步完善 争取早日出台 厦门火炬高新区 是我市首个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今年火炬高新区的产业双创工作 将重点聚焦工业数字经济 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集成电路 平板显示 计算机与通讯设备等产业 提供转型新动能 此外 火炬高新区将着力推进企业研究院建设 支持园区企业 打造龙头企业 加新型研发机构 加专业孵化的研发创新模式 未来企业研究院将整合产业链资源 共同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 关键性技术难题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就是说要让大企业出来调大量 让这个市场化的一种 新型研发机构 能够把这个整个产业链的 上下游都结合起来 共同来做一个融合的协同创新 今年火炬高新区还将研究出台一批新政策 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研究出台科技服务业专项政策 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 研究出台人才培训相关政策 支持企业开展人才培训 研究出台异地研发机构扶持政策 支持企业走出去 修订火炬创新会政策 打造火炬高新区创新创业活动品牌等 目前一些政策已经形成出稿 现在有出稿 然后后面可能要征求一些企业的意见 共同地把这些相关的一些条款来完善 争取早日给它出台 目前火炬高新区企业总数5392家 在夫企业及团队2228个 火炬高新区将大力推进双创工作建设 力争到2020年底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000家 每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力争达到200件 重创空间数达到120个 本台记者报道 第16届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即将在福州开幕 今年国市共有29家企业参展 涵盖人工智能电子信息 物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竞争力 其中不乏在全国领先的企业 今天起下时新闻推出系列报道 聚焦618全新对接项目 今天先来看一看将到交易会上进行对接的 知识产权和人工智能项目 提到知识产权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一个专利或是一键商标 事实上知识产权是一个体系 包括确权 用权 维权三个步骤 近年来 企业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不断加强 专门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服务的机构 也就应运而生 何成瑞知识产权集团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他们开发的创新性全产业链服务 能够为企业提供专利申请 专利维权 成果转化等一系列深度服务 目前 何成瑞已经为近千家企业提供服务 为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知识产权最佳申报方案 其中 去年专利申请量达三千多件 这个人型机器人名叫T1 是目前国内可量产商业化中 相对高大的人型双组机器人 具有灵活的运动控制能力 它拥有20个自由度关节和丰富的多模态展示系统 它不仅可以像人一样灵活行走 还可以做俯卧撑等高难度动作 此外 它还具有语言交流 情感思维 环境感知与自我学习的能力 拟人眼部的表情就达三十多种 这个机器人来自图巴机器人公司 产品研发出来后 如何找准应用领域成为关键 目前 公司与一些孤独症康复机构开展合作 将机器人应用在这些机构中 并成立了智能机器人康复教育研究中心 目前这第一代产品 主要是以自病症这个领域为主要市场 那其他的像一些科教 娱乐 家庭生活助手这一块 也都可以 都是我们的基本功能 未来我们更大的一个愿景是 希望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垃圾分类的推进情况 请借借给大家介绍一下 江头街道的试点措施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将小区里的垃圾桶撤掉 取而代之的是垃圾群运车 每天定时定点停在大门口 居民在指定时间内投放垃圾 五月份以来 江头街道开始试点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打造无垃圾桶小区和无垃圾桶写字楼 记者首先来到河山镇政府宿舍小区 这个小区是一个无物业小区 此前小区门口放着八个大垃圾桶 但是因为没有物业清理转运 从早到晚有人投放垃圾 于是门口总是会出现垃圾桶爆满的情况 现在八个垃圾桶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 晚上六点到八点 这里停放着两辆分别漆成黄色和绿色的垃圾轻运车 一旁还有两名都道人员进行一一都道 上午九点垃圾轻运车开走之后 小区门口留下一片干净整洁的空地 十分清爽 垃圾体量也少了 然后垃圾及时运转就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我们会根据时间定点拿出来 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到车来收的时候 我们就是放在家里面 所以说会形成固定的习惯 向居民发放那个倡议书 然后同时入户宣传 签订那个居民垃圾的那头放的一个承诺书 那就是扩大这样的一个宣传 就是征求居民同意的情况下 我们来开展这个定时定点的一个垃圾分类 在实施这个试点的第一天 它的分率率都达到了90% 所以说我这个效果的话是非常好 在另一个无垃圾桶试点的台商会馆侧门 黄色和绿色的垃圾轻运车整齐地停放着 根据鞋子楼里企业多的特点 江头街道将垃圾收运时间定在了中午11点半到下午2点 以及下午5点半到晚上7点半 方便企业人员在下班时间投放 虽然定时定点投放要比之前稍微麻烦点 但是楼道里没有了长时间积存的垃圾 过道里也没有了臭味 试点刚推行就获得了大部分企业的支持 投放率也超过了90% 各方面环境也更好嘛 有可能楼大经过的时候也比较没有味道 据介绍目前江头街道内这两个无垃圾桶试点只是初步尝试 接下来他们计划再建八个无垃圾桶试点 进一步检验完善措施 每个社区推出一个小区作为定时定点投放的一个示范点 然后再逐步推动 本台记者报道 打开地图 微房和工房的位置等等信息就一目了然 记者从事国土房产局了解到 我是微房及工房数据核查落途项目近日完成 全市三万多套直管工房和在侧微房的数据进行了整理落途 以此形成了含有标准门牌信息和空间位置信息的房屋空间库 取了解这个项目是利用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 实地调查采集工房和微房的位置信息 并通过专业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将每个具体坐落的房屋信息落在地图上 建立房屋图形数据与房屋属性数据的关联关系 并建立空间位置数据库 去年11月 市国土房产局正式启动该项目建设 经过内一页资料整理 外业调查 数据标准化处理等四阶段工作流程 顺利完成对全市317003套直管工房 及全市再测微房数据的空间位置核查 落图和建库 记者在系统的操作界面上看到 管理人员只要在地图上点击标注的房屋坐落 有关这套房屋的信息便会完整呈现出来 房屋坐落 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了它的面积 楼层 结构 用途 还有它的产权性质 使用情况 还有鉴定的微房等级 登记时间 鉴定时间 鉴定单位 这些东西都有 据介绍 这套微房核查落图系统启用后 一套房屋一旦鉴定为微房 通过系统便会将微房数据自动提交到微房所在国土房产分局进行微房登记 登记之后便会纳入微房管理系统 在地图上标注成为通过地图可核查可追溯的微房 实现以图找房和以图管房 这将大大提高微房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目前这套系统还未对市民开放 仅限于政府部门之间的管理 它已接入全市公共安全平台 实现互通共享 通过这个共享给公共安全平台以后 全市各个部门需要这个微房安全信息的 都可以从公共安全平台进行调取 把房安全这个管理的这个信息 实现了无缝衔接跟全程共享 本台记者报道 提到幼儿园老师 您可能会联想到这是一份适合女性的工作 但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男老师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他们每天呵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用阳刚之气鼓励孩子们成长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两位90后男幼师的带娃日常 用流行音乐教小朋友们学跳舞 用哼哼哈黑的武术驾驶让音乐课充满动感 在吉美区信兵中心幼儿园里 范贤辉老师有趣活泼的教学很受孩子们欢迎 他告诉记者 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正是男老师们的优势之一 范贤辉告诉记者 刚刚从事幼教工作时 他也很担心自己做不好 然而当他接触到热情纯真的孩子们之后 很快就爱上了这份工作 他认为男幼师不仅要像女老师一样 细心地照顾孩子 还要努力承担更多的责任 老师不讲部分调调 他的眼睛必须时刻关注每一个孩子 因为你是男生所以你做了更多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安排你去做 而是你看到了你就必须主动去做 体育老师杨冰达 是孩子们眼里跳得最高 跑得最快 玩得最疯的大哥哥 有时候他和一个班的孩子 做游戏 别班的小朋友路过看到 都会羡慕地跑来一起玩 杨冰达说自己私底下是个腼腆的人 是孩子们的热情感染了他 我接触孩子之前 我就属于比较安静的 来到幼儿人就是跟小孩子接触之后 就会变得活泼开了 那看他们笑就很开心了 如果说女教师能培养孩子 认真细致的习惯 男老师的杨刚之气 则能在运动当中 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自信和勇气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科学接受训练 增强身体素质 杨冰达发挥专长 用不同的器械设计了不同的游戏 课程也从小班带到大班 本身男幼师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 然后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 才能胜任 我们男生就比较放得开 幼儿园也有什么推广一些康乐课程 那就是让小孩子运动快乐成长 这一块男幼师也蛮有优势 经过三年的摸索实践 经验积累 如今这两位90后小伙子 对自己的男幼师工作充满了自豪 看着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感到满满的幸福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 厦门市委监委联合市委组织部 是宗志办 是官局 是民政局等单位 联合下发关于严肃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纪律的通知 严明换届选举工作十条禁令 防止和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干扰 营造风清气震 换届环境 十条禁令面向选举工作 全过程提出要求 其中特别强调 严禁利用张贴散发传单小字报 发送手机短信 在网络等媒体制造传播不实消息 或采用涉录手段 泄露写票内容等方式 扰乱换届选举工作 严禁以送钱物 宴请 安排消费活动 或以各种名义 为党员登记选民发放各种福利 以及采取口头承诺 选举后其余某些利益等形式 在推荐和选举中 拉选票汇选等非法行为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 还有这些交付手段的更多样化 然后我们这些 比如说微信 支付宝等等 这些交付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汇选 也是不被我们允许的 也都是禁止的 我们会在换届前 换届中 换届后 都开展一些相关的监督检查 在此基础上 我是还将强化监督检查 建立反映换届选举 违纪违法问题专办制度 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发生的各种汇选 和破坏选举等各类违纪违法行为 特别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 干涉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参与或怂恿选举中 违纪违法行为的人员 依据依法严肃处理 我是还出台了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责任追究办法事行 对责任追究的原则 对象需要追究责任的情形 责任追究方式和实施 进行了明确 确保全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依法有序平稳进行 今年刚好是贯值落实十九大的开局之年 我们可以通过村居换届 来更好地促进全面重严制党 向基层延伸 更好地打劳党在基层的基础 助劳它的根基 我们要借监察体制改革的东风 以玲珑冷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态度 和严肃认真的基履要求 来让我们这个换解选举工作 更加的风轻气震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厦门广电创客空间 全媒体上线仪式举行 为主动适应新形式新变化 推动媒体融合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将原有单一广播平台播出的 创客空间栏目 升级为全媒体播出平台 涵盖了广播 电视 官微 看厦门APP 广播电视报 腾讯视频等全媒体资源 这在厦门媒体行业上属首家 创客空间将邀请厦门成功的 企业家作客演播厅 分享丰富的创业经历 精彩的创业故事 以及给人以启迪的创业经验 与人生感悟 节目于今天6月10号正式开播 时长60分钟的广播版 每周日16点30分至17点30分 在FM107厦门经济交通广播播出 时长5分钟的电视与网络新媒体版 在每周日下12套22点整首播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把我们身边来自于厦门 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成功的企业家 把他们的一些优秀的故事 来搬到我们的广播当中 甚至在接下来通过电视 通过新媒体 让更多正在创业和关注创业的朋友 了解他们的故事 而从中总结一些创业的一些失败的经验 来对未来创业这条路走得更顺 带来更多的帮助 本台记者报道 公办事属小学一年级招生 今年将首次实行网上预报名 网上预约登记时间为6月11号到6月16号 可以通过爱厦门惠民平台的 爱教育栏目下的户籍小学报名 或通过关注爱厦门微信公众号报名 之后的现场报名时间为7月8号和9号 目前已经开办 有招收义务教育的市属小学 有市实验小学 厦门五中 五元实验学校 五元第二实验学校 新享小学 厦门实验中学 厦门市音乐学校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再会